黄先生今年32岁,平时滴酒不沾,但最近他感觉身体疲乏无力,同时又腹部胀大,双脚浮肿,于是便来医院看肝病门诊。 经过超声、CT等检查,黄先生确诊了肝癌晚期。 从他的片子来看,肝脏弥漫性感染,原发性肿瘤产生了肝内转移,之后又通过门静脉转移出来。 现在肿瘤已遍布了整个腹腔。 医生询问病史,黄先生道,自己家并无癌症家族史,也没有乙肝病史,他也从不喝酒,只是平时喜欢吃水果,最喜欢吃冰榔和椰子,其中冰榔是每天都吃的。 另外,他喜欢一次性买很多水果在家,有时发霉了,也舍不得扔掉。 虽然黄先生才32岁,但病情发展得非常迅速,三个月后,他离世了。 医生指出,黄先生肝癌很可能是这两种水果有关,它们比久还伤肝,两种伤肝水果。 医生说的这两种水果,就是冰榔和椰子。 黄先生患癌的原因,估计就是喜欢吃冰榔和椰子所导致的。 冰榔,早在2003年。 世界卫生组织就把冰榔列为了最高级别致癌物质,冰榔中含有生物碱、多酚物质等主要成分。 研究显示,生物碱有遗传毒性,诱发基因突变与癌症的发生关系最为密切。 中南大学一份关于口腔癌的研究发现,口腔癌病患中约86%的患者有嚼冰榔的习惯。 一项对比研究发现,嚼食干冰榔比嚼食鲜冰榔的致病性和致癌性更强。 这所有的研究及数据都指向了一个事实,真爱生命,远离冰榔。 建议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出发,进一步规范冰榔的加工规范及销售,并加大对公众冰榔有害健康的宣传力度。 椰子 虽然黄先生并不是每天都吃椰子,但是椰子吃多了非常伤肝。 椰子汁的热量并不高,椰子的热量主要集中在椰子肉中。 据分析,每100克椰子肉的热量高达241大卡,脂肪含量为12%,糖分高达31.3%。 如果以一个椰子1000克剂,那么我们吃尽身体的脂肪含量只会更多。 更何况,用椰子制成的椰子油,其饱和脂肪酸含量达80%以上,丝毫不亚于猪油。 而世界卫生组织也早已发出过警示,摄入过多饱和脂肪酸,容易导致动脉周样硬化,增加罹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生活中还有哪些水果很伤肝?水果是美味、好吃、有营养、健康的代名词,但很多人不知道,水果不能乱吃。 有时候,你在吃水果,水果也在吃你,悄悄伤害着你的心肝脾胃肾。 柚子,作为柑橘类水果的一员,柚子清香扑鼻,酸甜可口,它本身是种好水果,但如果不了解它的禁忌,会让它从天使变成魔鬼。 很久以前,医生就发现,柚子和西柚中的成分会影响药物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,从而改变药效,也会抑制人体内肝药酶的活性,影响肝脏的解毒功能。 牛油果 牛油果近几年是网络红人,各大平台都在推崇这个健康水果,那它如何伤肝呢? 简单概括两个字,油腻。 牛油果的脂肪含量约为15%,瘦肉和鱼肉的脂肪含量才为3%到5%。 可以想象,每吃一口牛油果都是满满的脂肪。 不夸张地说,吃一个个头不大的牛油果,一天的油脂摄入量就超标了。 众所周知,肝怕胖,吃多了高脂的食物,脂肪会在肝脏堆积,从而形成脂肪肝,最终引起肝功能受损。 所以,如果不想把肝胖胖的话,牛油果还是少吃为妙,每次吃四分之一个就好了。 榴莲。 有着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,没想到热量和油脂量也是王。 而且,每100克榴莲果肉中,糖分竟然高达27克。 但很少有人知道,水果里的糖分其实也伤感。 因为水果里的果糖不同于其他的折糖葡萄糖,果糖会在肝脏里启动脂肪的合成。 如果我们喜欢吃含糖量大的水果,或者同时摄入果糖和葡萄糖,长此以往留在肝脏中的脂肪只会越来越多。 即便不喝酒,不吃肉,也可能会形成非酒精性脂肪肝。 所以,健康人,一天食用榴莲,最好不要超过两半,也就是可食用部分不超过100克。 肥胖,脂肪肝,糖尿病,高血脂患者尽量不吃。 如果确实嘴馋,每天的量要控制在一小块以内。 没变的水果。 很多人错误地认为,烂了的水果只要切掉烂的地方,还可以食用。 殊不知,细菌及霉菌属于微生物,是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。 一项预防医学科学院的研究显示,霉变水果,外观上好的部分, 微生物数量是霉变部位的10%到50%, 而在水果发霉的部位,微生物会产生一种黄曲霉毒素。 它是一种强制癌物质。 长期吃霉变的水果,容易导致身体不适,甚至诱发肝癌。 各类人的禁忌水果。 有些已经患病的人,明明平时控制饮食,也在运动。 为什么病情却不见好转,甚至恶化呢? 有没有可能是作为日常补充营养的水果,出现了盲区呢? 下面,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各类人的禁忌水果。 胃不好的人,小心山楂、柿子和藻。 山楂和柿子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秋季水果。 山楂开胃健脾,柿子,甜蜜柔软,有很多人喜欢。 但是色柿子,未成熟的柿子和山楂都有大量的柔酸。 与胃内的蛋白质结合,会形成不溶于水的柔酸蛋白,很容易造成胃结实。 至于清甜爽脆的枣子,它较硬的质地和山楂的果酸都可能会刺激胃粘膜, 尤其是胃粘膜有炎症、溃痒的人。 吃它们,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。 肾不好的人,即羊桃,小心含甲膏的水果。 羊桃有肾毒性,主要是因为羊桃带有一种神经毒素。 如果身体处于缺水或者是饥饿状态,哪怕是肾功能正常的人。 这时候,大量食用羊桃都是会导致血气肝突然升高的,严重甚至可能引发急性肾衰竭。 肾功能不良者如果食用大量的羊桃,会出现神志不清、四肢无力和手脚麻木的症状,更严重甚至会出现昏迷。 而肾功能衰竭患者,即使只吃了一个羊桃,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毒性反应。 严重的话会加重病情,发展成尿毒症,甚至会死亡。 而哈米瓜、无花果、杏、石榴、苹果、香蕉、橙子等水果都是属于含甲排名前级的水果,这些对三高患者有很大好处。 医生都会建议三高患者食用这些健康水果,但是肾病患者对此就要严谨一点了。 因为对于有急性肾炎、慢性肾炎和肾功能不佳的人而言,甲含量太高的水果是禁忌。 因为肾脏不好的人,肾的宝纳排甲的功能受到影响,吃多了会引起血甲的升高,严重会停止心跳,引发高甲血症。 另外,西瓜,肾功能不全者,肾持。 因为肾脏对水的调节能力很低,对进入体内的水分不能调节及排除体外,致血容量极具增多,容易造成急性心理衰竭,短时间内大量吃西瓜,可能会使体内水分增多,超过人体的生理容量。 血糖高的人,小心含糖量高的水果,比如香蕉、桂圆、甘蔗、柿子、石榴、荔枝、火龙果、金菊等。 糖尿病人吃水果最好是在正餐之前吃,上午9点左右,下午3点半左右,这样是防止在餐中或餐后立即吃水果。 病情不太稳定的,先不要吃水果,可以生吃西红柿、黄瓜、水萝卜等,或者选樱桃、梨子、柚、桃子、苹果、梨、草莓等不那么甜且成熟度低的水果。 糖尿病友有很多需要忌口,之所以管住嘴、迈开腿,是为了拥有稳定的血糖,更健康的身体。 关于水果的四个疑问,水果含粮不可多吃吗? 水果含粮是由于以前认知局限才得出的结论。 在过去,水果表面可能沾有寄生虫卵、致病微生物等, 且用了一些没经过处理的粪肥、有机肥,使得免疫力低的体弱老人, 吃了会被感染,出现肚子痛、拉肚子等现象,所以才有了生果含粮的说法。 而现在,随着科技进步及卫生意识的进步, 水果种植过程中的虫害污染,即农肥残留,已经有了相当严格的国际标准。 所以,只要水果是新鲜的,买回去认真清洗干净,就不会出现闹肚子等问题。 同时,给老年朋友们提个醒,不是自家产的水果就足够安全。 采摘完用手搓一搓,直接吃,更是不可取,一定要认真冲洗, 所以,不要将卫生问题造成的不良影响,怪到生果含粮头上了。 老人有时挺纠结,是饭前吃水果,还是饭后吃水果。 这其实,应该取决于自身的肠胃道情况。 胃肠道健康的老人,吃水果时间没有限制。 胃肠道功能不佳的老人,酸水果饭后吃。 一些消化不良的老人,饭后等一会儿再吃水果。 当地产的,符合时令的,最值得吃。 目前物流发达,很多水果都是外地的水果,不是本地的水果。 正所谓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外地的水果最适合产地的人食用。 因为当地气温、土质、环境、造就出来的东西肯定更养当地人。 秋天天气干燥,大自然赐给我们雪梨。 滋阴润燥,夏天天气炎热,大自然赐给我们西瓜。 清凉解暑,但如果将雪梨保存到第二年夏天来食用, 就算是当地产的,也会害人不浅。 因为夏天潮湿,食用雪梨会加重体内的湿血。 破伤撞伤可以吃,没变腹烂千万别吃。 如果水果其他地方都是完好的, 只是一小块磕坏了,没有细菌侵入, 短时间内可以吃。 不过,已经磕坏的水果变质得会更快, 一定要马上吃掉。 如果是已经开始自然变质的水果, 甚至是发霉的水果, 那么即使只有一点点发霉的地方, 也别吃了。 前面已经讲过了黄曲霉素的危害, 所以千万不要为了水果, 伤害自己的身体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 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 记得点击订阅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